叫小文子 我的家庭条件比较差 所以说我初中毕业就出来上班了 因为找不到好多工作 然后就去酒店做服务员 然后一坐就在酒店工作了五年的时间 然后我一直都以为别人 别人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每天是两点一线的生活 然后就是生活的转折点就是发生在2014年的 八月份的时候 我出去有一次跟不太熟的朋友出去吃饭 然后呢因为我们就是我的收入比较低嘛 那个时候在酒店只有三千块 然后我就想要做兼职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做微商很火 然后我就就出去吃饭 我就有聊到我的想法 然后我一个朋友就说 哎那如果你要做面膜啦 我给你推荐一个很厉害的女生 就加了试尚微信 所以说我去加试尚微信 其实我是去跟她卖面膜的 然后当我找到她之后她说 哎我已经不卖面膜了 但是我要做一家皇宝超市 呃她的个人影响力做得很成功 就是我们在这个圈子都知道啊 她就是43天 买了一辆56万的奔驰车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个这么能赚钱的人 要做皇宝超市 然后我当时没有判断力嘛 然后但是我就是相信她 我说那如果说她要放弃 这么赚钱的事情不做 做皇宝超市肯定是这样超市更好 但是我当时并不知道为什么 直到后面我开始学习课间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她她虽然说年轻很年轻 也只做了三个的微商 但是她已经爬到了微商的顶端 看到了这个行业的短评块 还有所有的壁端 比如说做的越大会越累啊 代理流失啊 还有就是她很善良 就是她是个很正的人 她不想要赚别人的钱 还有就是她很心疼那些卖出去货的代理 所以她发现美乐家之后 她就很有魄力的转型了 对 这是我遇到美乐家 然后 为何要什么 哦 对 其实我经营的话就是 就是为了改变生活 还有就是 因为我的家庭条件会比较差嘛 然后在我连接到诗诚之后 我有看她朋友圈啊 她也有分享 就是我就发现 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因为以前我在酒店工作的时候 我身边的圈子都是比较底层的服务员啊 之类的 因为客人他也不会 血雨跟你一个服务员跟你讲很多嘛 所以说我的圈子都是服务员的圈子 那自然也是 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有有讯息嘛 然后我就一直以为别人都是跟我一样的 就是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那我认识诗诗诚之后 包括有加到其他的领导人 就发现 哦 原来是原来可以这样生活 然后我就觉得我想要这种生活 我很喜欢他们 我想跟他们站在一起 然后这四年多了 时间终于可以跟你们站在一起了 好开心哦 所以说还有一个就是因为 我的家庭条件很差 然后我爸爸就是五十多岁了 还在工地上班 然后我就觉得很心疼她 我觉得她就是很辛苦了一辈子 就是在那个老年的时候 不应该这么辛苦 然后我有学科件之后呢 我就看到那个SD 她有一万我的收入 有三千亿的签法津贴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要是努力上到SD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三千亿给她 让她不用辛苦上班了 所以说其实我的起心动念很简单 一个就是为了坏有生活 第二就是为了我的家人 对 这是我为什么经营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关键的因素哈 我觉得还是有几点 第一个就是系统 就是美乐家她其实是很厉害的一家公司 因为我经常出去分享 然后就有人问我说 哎呀我好好奇啊 你是怎么从一个服务员变成一一的 然后我就说 那其实不是我很厉害 是美乐家很厉害啊 就是因为我突然进来 婚姻她给帮我留住 然后有预才系统有倍增系统 所以说才会让我的努力留住 并且很多倍的去放大 然后我有算我的就是倍增 就是有倍增到40倍 那未来可能还会更多啊 所以说其实是美乐家很厉害 那你想一下如果拿掉美乐家 我就是我经历的时候好像是23岁啊 就是我的年纪 我的综合数据 我的圈子 我去其他行业 我还没上天吗 就是我肯定是没有现在的这个结果的 所以是美乐家很厉害 我选择了一个对的平台 那第二是我很相信 就是当时我们团队没有一个SD 除了失诚和郁婷之外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台湾的老师 还有就是天书那边的覆觅 但是我依然相信我可以上我SD啊 因为我看那个数据之后 我很信心 就是说你这辈子找到被留住30个人就可以了 然后我心里想哎呀那我就慢一点吧 那我找到一个就剩29 再找到一剩28 我说我这辈子总能找到30个吧对不对 所以就听到这个数据我就很相信 我觉得我是可以的 那我慢一点也可以 所以还有就是我很相信 就家公司我没有去怀疑过啊 会不会倒闭啊 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的相信度还是很高的 还有就是我还是蛮相信我自己的 就是即使是以前我是一个很小的小人物 但是我相信就是没了家可以给我时间要我去成长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团队跟我的推荐人 诗诚是一个会肯定你 就他会经常跟你讲小蚊子你可以的小蚊子最棒 我就会觉得啊好好信心啊 还有就是他没有同情心 对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啊他没有同情心 对小蚊没有同情心 就我打个比方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在 就是以前是小蚊嘛有很多的略根性 比如说不相信自己啊就是奶啊就拖延啊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他又说了我一顿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从没有人败到就是你要经历很多的心理过去就很难过吧 他就把我说了一顿有一次 然后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就发过我去我就说哎突然之间好难过 然后很多人就抱你啊就是发啊就是怎么了呀 然后深层知道为什么他就下面留一句没出息 这么点情绪都控制不了以后怎么去统领千军万马 对我就 对然后我其实我本来在哭很伤心的 我想对哦然后就把眼泪擦干 然后就就继续去学习就往前走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信念就是因为我想要美来家的这个心是很强烈的 我想要拿到三千一所以说我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没有想过放弃我就心里梦念三千一三千一 反正我也不管你我就反正我就要拿到那个就是我的那个路 我的目的地是非常肯定的 我不知道我怎么到还正我就是要到就是这个信念是很强烈的 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没有想要去放弃 那还有一个就是啊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呃美好人生就是去年吃 哦对还有一个就是野心就是你有自己会相信你在这里 虽然说我过去二十五年的运气都很不好 但是我依然相信遇到没了家就是我很好的运气 那但是信誉也是一种很强的实力啊还是最厉害的那一种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好 然后去年十月份去参加巴厘岛的那个啊活动的时候 总裁就问了我们几个问题就是说你梦想中的美好人生是什么 然后当时很多人举手说啊家庭啊大爱啊环绑啊帮助啊 我当时没有举手因为我不敢太多人了然后但是我没有举手 但是我心里有答案呃就是我知道我未来我要去到的地方是哪里 那其实美乐家不是生活的全部他只是帮我们带我们去到美好人生的一艘 不是一艘小船是一座游艇 对对所以说那我的美好人生第一个就是呃因为我家里的比较差嘛 所以说错过了很多的学习时间 我就觉得在我财务自由实验最后我要呃做我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有健身有每个月读四本书 然后我也有想去呃就是我去年考到了心理资许系的证书 我现在要深入学习还有我想去自学大自考大专学历还有瑜伽之类的 就这些都是我的计划之类的我觉得我觉得很好没得下太好了 可以让我实现我自己想要去做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呃之前只是想要拿三千亿嘛给爸爸 但是现在拿到之后发现不够用 因为我发现我想要把好吃的就让他吃到 然后好玩的让他玩到 但是就进阶了嘛我的梦想 那第三个就是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伙伴 然后也让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平台 因为其他地方你想要进去是没有 就像我这样的人是门都没有是真的门都没有啊 因为你是初中毕业谁会要你啊 然后那学习在这一次学习我就觉得收益很大 然后我也会回去传承 我现在努力学习真的就是为了 因为有一次我去青岛跑市场 我一个小伙伴 啊好 然后他他有讲到他的每家故事的时候我就很感动 他以前是很老实 然后就被人欺负 我觉得他来美的家就很好 我就觉得我要好好学习 因为这样我才能把这些的美的家传承复制 全师给他 他才会看懂 在他需要我去指点他 给他方向的时候 他说我有东西我就可以给他 所以我就觉得要好好学习 对 然后最后说一句就是 那个我们去中台残寺参观的时候 我们走下来之后那个导游就说 你现在看你回去的路 其实就是佛在眼前就佛在心中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回首四年前走的路很多困难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该走的路就很有勇气去面对 接下来我要走的路跟挑战的困难 我觉得 世界很美好 那么你们就能 Raptor 这么滴 就真是的 谢谢大家